大家好,我们这次的专题题目是卷村里的吉米书屋 目录 目录包含了 1. 缘起 2. 设计流程 3. 设计发向 4. 设计概念 5. 制作流程 6. 成果展示 7. 问题与讨论 8. 结论 缘起 1. 连结云林虎伟建国卷村在地特色及吉米绘本特点 与可拆卸式木构案例书屋 建造可拆卸式木构吉米书屋 2. 于三米立方规划 可动、可进、可拆卸、可移动缩纳 结合织物与半透明材质的木构书屋 3. 设计融入建国卷村氛围的 可拆卸式木构低碳约读空间 3. 提供休闲、舒适的文创空间 4. 成为点亮云林创新未来的一盏灯 4. 带入观光、持续活化卷村历史聚落 4. 设计流程 5. 设计发向 这是基地分析 里头包含 直灾、日照、风向 以及人流、车流的分析图说 接下来是可拆卸式木构案例书屋的分析表 结合可拆卸式木构案例书屋及几米绘本作为发想 设计概念 1. 因地质疑的书屋设置地点 我们将可拆卸式木构及密书屋 放置在圆形防火池旁 以及泽美系书店的正对面 2. 平面空间设计 分为三区 蓝色的部分是我们的阅读区 在黄色的部分是我们的多功能修器区 在我们的红色部分则是儿童试听区 3. 立面与结构设计 这是使用AutoCAD所绘制的立面图 4. 其他特点设计 在左侧的部分是透明压克力屋顶 我们借由彩色压克力去呈现出V型的意象 在右侧的部分是我们的移动式遮阳帆布 有多个角度可以去进行移动 接下来是编织一柜 多功能立面家具 以及黑板 制作流程 首先我们先进行草图SketchUp绘制 接下来是我们的模型制作 第一代草模 第二代草模 第三代草模 最终版正模 成果展示 SketchUp绘制 动画渲染展示 动画渲染展示 白天渲染图 黄昏渲染图 夜晚渲染图 10构逐屋缩时摄影 首先我们将基本架构完成 接下来安装压克力屋顶 以及安装多角度的帆布屋顶 这是我们的使用情形 这是我们的使用情形 1 底部阶梯型构架不稳 2 阻住沉重点不符合力学结构产生错区 3 帆布屋顶可改为电动升降系统 4 多功能桌椅螺栓因如何作用 5 透明压克力屋顶洗钩固定 结论 1 平面设计 分阅读区 儿童视听区 多功能修气区 可动可进 可移动收纳的多功能立面家具 2 立面结构 屋顶呈现V型结构 腋下铁入口异项 月台阶梯形 3 因地制宜 设置可拆卸式木构低碳阅图空间 成为点亮云林未来的一盏灯 吸引人们来到此地观光体验 成为具有在地特色 热火友善移居眷村的聚落 谢谢大家的观赏